欢迎收看永雄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影片呢 不只是要教各位数学 还希望我们可以陪这个看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那让大家知道说要如何去教国中数学 不管你是这个想要在家里教自己小孩的父母 或者你本身就是老师 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家教老师 或者你本身其实是学生 那我都跟我的学生说 有的时候很辛苦的学会一件事情之后 要怎么样才更不容易忘呢 我就跟他说 你假如有机会就在学校教你同学 假如你同学有问题你就跳出来教他 因为其实教人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这种肾上腺素暴增的感觉 因为你那个时候人家在听你讲 你会不能出球 然后你就要想得很清楚 然后对方可能会有问题 然后你还要回答 然后总而言之就是除了很爽之外 就是他会让你在那一个当下呢 把所学的事情所想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跟大家说要如何去教国中数学 那也透过知道怎么教 也就会更了解要怎么学 在这个学期呢 我们要开始学这个乘法公式和多项式的运算 那在一开始解释乘法公式的时候 这个解释到分配率呢 一般都会使用图片来说明 比如说 A加B乘上C的话 那也许大家对分配率已经蛮熟悉的了 我们之所以要再讲一次呢 就是让大家清楚的知道 他是怎么使用在多项式乘法上面的 我们可以想象我有一个长度是C的这个长方体 我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纸条 那我去量了一下 我量了一个宽的宽度是C 我量了一个A和一个B来当长 那这样子我总共面积是就是A加B乘C 那这样子这个面积是多少呢 它其实是这个 A乘C加上B乘C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很容易从图片上稍微说明一下 然后就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乘法的分配率 我们一般是把它 我会把它画进去啦 不过没有差 就是C分配给A也分配给B 所以是A乘C加上B乘C 那我们在写乘的时候就不写那个乘 在未来代数运算上面 我们会写A乘C加B乘C这样 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写乘也没有错 也没有错 好 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这个很不值得教 那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运算都是数字的运算 在未来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代数的运算 比如说这个3乘以X加2 这个可能我们也在一运一次看过了 那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乘进来乘进来 因为X其实也就是一个数字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我们用一个代号去表示它 所以它是3X加6 那如果是X乘上X加2呢 那它就是 X平方加2X 可以吗 X乘X是X平方 X平方加2X 这样可以吗 那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是这个分配率 它可以从前面分配 也可以从后面分配 那这个图我们就不画了 A乘上B加C 所以它就会是AB加AC 如果今天我前面跟后面都被刮号刮起来 我们这里写的是A加B乘C加D 等一下我们就来算一个是X加3乘上 比如说 X-2 那这样要怎么办 怎么算 一样我们先从图片来看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宽 它是A和B 宽是A加B 那它的长呢 它的长是C加D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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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的整个长方形的面积 就会是A乘C加上这个B乘C 加上这个A乘D和B乘D 那一样一个分配率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想它 一个角度就是说 像这样子我们把它切成四块 所以这个A也要乘到C A也要乘到D 所以你会有一个AC加AD 然后还会有一个B也要乘到C B也要乘到D 所以还有BC加BD 这样子 这是一个切入的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分两段来乘 也就是说我现在把A加B当成是一个个体 我标大A 但是我们不用再另外标 就是把它当一个个体 我等一下就写括号A加B这样子 那这个A加B它去乘到C 它又去乘到D 所以说原本的这个题目它其实是 我们另外写在直上 所以原本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可以说成是A加B 它我们刚刚说它乘到C嘛 对不对 这个乘到C 乘C加上A加B乘D 那接着呢再一次 对不对 等于AC加BC加 这个又分配率 AD加BD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就是也是一样展开 结果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 花两个这个阶段去说明 一样的内容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要跟各位说如何去讲解给学生听 那不同的学生 他对于不同的说明的模式会 他的接受度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学生他跟你说 他看懂了 是他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了 就是说 就是把它每个都乘到 可是为什么要每个都乘到 他可能 你看我们刚才这样子沉进来沉进来 每个都要乘到 那图解法 原来是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每个都要乘到 也许他一时之间 不见得能够把 这一个跟这一个 想成是同一种东西 对吧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在这里就要把它全部打散开来沉 所以换一个方式去说明的时候 其实也不过就花个 不到一分钟吧 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让学生有一个更强烈的连结 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就是其实 他就是一个两阶段的分配率 那我们一口气把它分配完了 这样子 好那来说明刚才这个 x加3乘x减2 x加3乘x减2 那一样如果我们使用我们已经学会刚才的这个姿势呢 他就是乘进来 等于x平方乘进来减2x 乘进来加3x乘过来减6 等于x平方加x减6 那说实在话 因为像这种基础的运算 跟我们在这个国一上学 这个一元一字方乘4 一项求解 等量功力 那其实呢 尤其时间一拉长 几乎很少学生会错 除非他就是真的进度落后太多 那所以有的时候学老师会有点轻忽啦 就是反正这个你们多练习就会 但因为事实上是如此 那不过呢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用比较多角度 细腻一点的方式去讲解的话 降低学生学习的这个负担 他不需要再错了又错了又错了 然后练习很多题的这个情况下才要会 如果你可以用讲的 让他就比较懂 他后面的学习会比较轻松 那他也比较不会这么排斥数学 好 所以说呢 我们用刚才的这个方式做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用展开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把X加3当一体 或者说我把X-2当一体 我把X-2当一体 那把这个东西当成A 也就是X加3乘上A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把它分配进来 我会得到X个X-2 加3个X-2 加3个X-2 那我也建议老师们 就是或者说你要讲解给同学们听的时候 偶尔去穿插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讲X个什么 就是把它当成一种 带 所谓带数就是它其实是代替了某个东西 这样子会更好想象 所以我有X个X-2 和3个X-2 合起来就是X加3个X-2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那再来 我有X个X-2 也就是我有X个X是X平方 减2个X 再加3个X再减6 可以吗 X这么长 然后2这么长 所以这个是X-2 这样子 然后我的宽到 我的宽到这里而已 长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要求的面积现在是这一块 图成红色的长方形 那我要怎么求呢 那 他的一个算法就是说 我还是照样把X乘X乘出来 我X乘X乘出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紫色的 我现在用紫色框架的这个 这个是X平方 对不对 这个是X平方之后 我再加上 下面这个是3乘X 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就超过了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一条消掉 消掉啊 消掉多少 我要消掉的话 这个绿绿的这一个部分是 X乘2 这个是2X 所以要扣掉2X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还要再把这里也扣掉 这样才会留下我们要的 所以这个要再扣6 所以你看其实算起来就是 这样子 就是X平方 然后加3X 然后减2X 然后减6 所以说图解也是可以做的 也是可以做的 在这里说明一下 三个问题给大家练习看看 这个是X-2平方 先平方再去减3分之X-2平方 这个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要有的时候要让学生习惯一件事情 就是要尽量拿自己能算的去算 有的时候尤其传统的这个教学 那学生很有可能 因为学校有固定的进度 所以学生他很可能 长期的就是没有快速的跟上进度 所以他可能会长期的就是 当老师在解题目的时候 其实他不懂 或者是说当考试考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懂 那久而久之 或者是学生他会有一种 看到题目他就想要去判断 这个他会或不会 看过没看过 记得不记得 题目难不难 那其实不管题目难不难 我们要让学生知道的就是说 你能想到哪里 你要尽量去想 就是就算是没看过的题目 你要让他去试着去想 要不然有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教学经验里面 有的学生他一旦他心理判断出来的 他觉得这个题目是难的 但是很有可能只是因为 他某个中文没看懂 或者是什么没有想到 其实这一题可能很简单 他可能根本就会 但是他心里一旦有那一种 哎 这一题好难 你就会发现他整个这个 运算的这个情况就很差 小东西就一直错 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想通 所以要尽量让学生 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就是 不要去在乎题目难不难 而是说我能够做到哪里 我大概知道到哪里 好 我们来解这三题 如果刚才你有抽空自己算一下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用那么复杂的去计算了 在这一题其实我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到 x-3 这里也是x-3 如果我把这个当成c 这个当成a 这个当成b的话 那他其实是a乘c乘a加上b乘c 好 那我们刚才有说 这样子其实他是 a个c又b个c 所以总共有这个a加b个c 对不对 我们刚是分配进来会变这样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倒着抽出来 抽出来 两个都把x-3抽出来 那所以他是这样子 c乘上a a加b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先加 x平方加x平方是2x平方 然后-x加5x是加4x 加2-2就没有了 乘上x-3 可以吗 所以在这里展开来 那他是这个 3x平方加4x-6x平方-12x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算对呢 所以他是 等一下乱写 2x三方 讲错 2x三方加4x 好那所以他是2x三方-2x平方-12x 这是这一题 来看这个 那这就是我刚刚说 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教过啊 这样怎么算 那其实这个x-2 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出来 它就是某一个数字 对不对 那某一个数字 它的平方是不是就是自己乘自己 对不对 好那所以他就是x-2乘上x-2 是不是这样子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像刚刚这样子 把x-2抽出来 这里是x-2个x-2再减掉三分之一个x-2 但是也可以先不这么做 我们就去把它展开来 如果呢这个你们的学生 或者说就是看影片的你呢 刚才看到这一题觉得很难 没有算完 好那我刚刚说你可以像看你可以做到哪里 如果你就是觉得这个你不会 那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老师他把这个说明完 他会等于x-2乘x-2的时候 再推回去给学生 那自己展开来看看 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也不过就是 我们刚才学过的那个东西罢了 好那 把它展开来说它是x-2-4x-4 加4 活成很快 那 减掉三分之x 再 减2 这样是这个 减三分之x又减三分之负二 所以它是加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x平方 减这个 4x又减三分之x 这是减4又三分之一个 是三分之13个x 然后加上一样这是三分之12加2 可以吗 这样就是这一题 那我们来看这个 那么刚才这一题 因为我们刚刚忘了这个 要标它是指教的 所以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写 那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这题我们下一集再来讲解它 那 就是说要去求这一个 这一块 这个a的面积 然后这边是 这边这一段是5-x 这一段是5-x 这上面这一段斜斜的是 2x-1 就这里到这里这样子 这里到这里是5-x 那这一段是3x-2 这一段是3x-2 这一段是x-3 然后这里是直角 这里也是直角 可以吗 求这个绿色的着色面积 那这当你们作业的一部分 另外呢 作业的另外一部分 在这里 请示着化检并展 展开并化检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也许有的人已经接触到惩法公司 但是无所谓 你会就用 那不会的话呢 它就是-3-2x 乘-3-2x 自己来乘乘看 最后一题 有一个面积是9b平方的正方形 如果每边场都少1的话 面积会变多少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一样面积是9b平方的正方形 如果我挑一边当场 长加1宽减1的话 那这样子这个面积会是多少 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